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太多爱的人 或者人家心中爱你的 虽然天人相隔 你都会感觉到是一种幸福 我能够对自己 这么说 我已经将我最宝贵的宗明 遍及人类最壮丽的事 只要阔着一日 都和大家手牵手 肩并肩走到目击地 我一生经历的考验不少 但是对生命的考验好像没人试过 这次可以当是一个对生命的考验 看下自己是否能够 能够这样乐观尋着职的应付 因为我幻了男影之后 收到很多人 即是懂得和不懂得的人 都写出来为民我 那我从这样知道 原来呢 是这么多人爱我 关心我 这个是我自己以前 是不敢觉得到的 觉得自己一生是没有画过 所以觉得这是一份礼物 那譬如这次 情人都玩了不停之后 我第一个歌就是要大脾炎炎 人生最古贵的东西就是生命 它属于我们只有一次 当我会守往事的时候 不会因为过去屋屋无能而悔恨 不会因为过去虚度年华而羞恥 但有一个梦 我是一个很平凡的人 性格上呢? 都是平凡的 不过我是坚持要做 对他人的社会入力的事 老技服力志在千里 这个马虽然老了 不能走得了 在马槽里面 但是仍然它是有 远大的志向理想的 但是我仍然认为 寂寞很多人以为是一件话事 其实我觉得未必 寂寞是思考的土壤 假如你的生活太热闹 整天都是在学玩乐 没有时间空来你自己想想问题 你是不容易成章的 总不会死的章马 来自你海神 越创一党专政 越创一党专政 建筑民主中国 要活着一样 都和大家 手牵手 兼平结 走到目击去 好 都不肯承认错 中国将来的民主 还有什麽希望 所以我觉得平反六四 就是中国走行民主的第一步 有应是会害怕 但有一个梦 不会死记着吧 来自你我的心记着吧 但有一个梦 不会死记着吧 无论雨怎么打 自由仍是会害怕 但有一个梦 不会死记着吧 来自你我的心记着吧 你对我来自혀 你自己想画的 我来自我 对我终于讪 走行 别人 有一个梦 对我 我才能吃